今天我们来进行HTML JavaScript and CSS 第六讲 今日日程安排是 详细介绍 CSS 中列表和表格的属性 首先我们来看列表属性 列表类型使用 List Style Type 属性 来修改列表向的标志类型 如我们可以把 URL 在 URL 中添入 List Style Type 让它等于 Square 也就是把它的标志改为正方形 然后我们如果是要改变列表向图像 我们使用的是 List Style Image 这个属性 那么好 我们来做一下实验 首先 我已经之前建立了一个 HTML 的文件 里面加入了一个段落 一个列表和一个表格 然后我们 Link 标签 Linked 是 CSS 6.css 所以说我们的 CSS 修饰是在这个文件下执行的 我们来运行这个网页 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这个列表向的标志是个圆形 我如果想把它改成方形怎么做呢 我们在这边打入 UR UL LIST Style Tab Square 保存 刷新 刷新我们的网页 大家可以看到 列表向的标志就改成了正方形 如果说我把这个标志想改变成为图像 怎么做呢 我们只需要打入List Style Image 因为我已经在这个和 CSS 文件和 HTML 文件的同一个目录下放入了一个 0.01.jf 大家可以看到是一个小的鸽子的图形 所以说我后面只需要加入URL 001.jf 保存 那么我们的列表向的标签就改为了一个鸽子的图形 列表的第三个属性 列表类型的位置 使用List Style Position属性 来修改列表向标志类型的位置 我们来演示一下 我们在这边加入List Style Position 我们把它改 首先我们来看看Inside 保存 刷新我们的网页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位置的变化 如果说是我们改成Outside 列表向的纸又会发生了变化 讲完了列表的属性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表格的属性 第一表格边框 使用Border属性 设置表格边框 其中Border属性中 一个值是边框大小 第二个值是TH文本的类型 第三个大小是边框的颜色 第二表格宽度 使用VS属性 我们来定义表格的宽度 我们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首先我们加入 Table TH TD 我们首先加入Border 我们第一个设置为一个PX TH文本文件的类型 我们设入Solid 边框的颜色 我们设置为蓝色 也就是Blue 刷新一下网页 大家可以看到 对应的变化 接下来表格的宽度 我们只对Table 做一下变化 我们加入Table的选择器 我们改US 我们给它设置为100% 刷新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的这表格的宽度 就设置为了100% 来看一下表格的其他属性 表格高度 使用Hat 属性来设置表格的高度 表格文本水平对齐 使用Text Alien 属性来定义 表格文本垂直对齐 使用 Vertical Alien 属性来定义 表格的内边距 我们使用Pudding 属性来定义 针对这四个属性 我们来做下实验 首先 我们来改变 表格的高度 我们 重新建议 新建一个选择器 Th 我们在Th里面 加入 Hat 我们把它的高度 比如 射程50px 保存 对网页 进行一下刷新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的这个 每一个表格的高度 就产生了相应的变化 接下来 我们表格 我们针对表格 文本水平对齐 来做一下变化 我们打入TD 在里面我们用 Text Alien 我们给它设置为 右对齐 保存 刷新 大家可以看到 所有的这些 文本里的 这个 TD里面的 文本内容 全部都选择了 右对齐 然后它的垂直对齐 我们同样 在Th里面 我们比如说 加入 看一下表格的其他属性 表格的高度 我们使用 Hat属性 来设置 表格的高度 表格 文本水平对齐 我们使用 TextAlien属性 来定义 表格的文本 垂直对齐 使用VerticalAlien 属性 来定义 表格的内边具 使用Pudding属性 来定义 我们来做下实验 首先 我们加入 Th 这个选择器 我们打入 Hat 比如说 我们加入 50px 我们来 运行一下 这个网页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的 这个 高度 表格高度 就是达到了50 接下来 我们设置一下 它的表格水平 文本水平对齐 例如我们打入TD 我们使用Text Alien 我们让它左对齐 也就打入Left 刷新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TD里面的这些文本 全都选择了左对齐 然后我们设置一下表格文本 然后我们设置一下表格文本垂直对齐 表格文本垂直对齐 我们是在这个TH里面打入 这些文本垂直对齐 比如我们打入Bottom 向底下对齐 刷新 大家可以看到 因为这个里面 First name和Last name 这边里面框距比较大 所以说 非常明显的显示 它们是 向底对齐 我们如果改成TOP 的话 它们就会选择 向上对齐 我们再设置一下它的内边距 我们在TD里面设置一下 内边距 我们打入Podding 比如说我们设置为15px 保存 刷新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的文本内容 跟边框之间的距离 都全部设置成15px 我们来看今天讲的最后一个表格属性 也就是表格的颜色 我们用BackgroundColor和Color来定义 首先我们来试验一下 我们在TH里面 我们加入 BackgroundColor 我们改成绿色 Green 把它的字体颜色 改为 白色 保存 刷新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这个TH 这一栏中 里面边框的 里面的内 字体颜色 改为了 白色 而背景颜色 改为了绿色 那么好 我给大家留下课后作业 自己 自己建策一个 含有表格和列表的网页 我们练习一下 含有列表和表格属性的CSS设计 下一章中 我们将详细介绍 CSS中 框模型的一些属性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